朋友们好 快看 咱知道还有点好东西 这可是野生的啊 每年咱菜园边来这儿都做一片 古轮腾用这泡芙火有奇效 每年都手机一点 哟 知道还真下锅里 真一坨了一串 咱这底儿看着又做坨了一点 看辣月里能喝一碳吧 果汁倒干的塞着 哇 三四两 提前泡好的玉米面条 咱今晚吃一块不一样的炸酱面 菠儿酱 揉 土豆放上一块儿炒 黄豆姜 白面姜 蛋黄姜 稍来一点盐 吃酸香 生抽 老抽 蚝油 加酷 小火烤烤十分钟 有朋友说 咋着曲纹蜂蜜真假的呢 现在就不是曲纹蜂蜜真假的时候了 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假蜜 我今晚给大家包一下行的内幕 保密度41多到42多的蜂蜜 才疯畅的收购加盖 一斤呀就是五六块钱 这蜜的成本 都比造价的成本要低很多了 符还会喊的甜而走现的造价 现在咋要区分的不是蜂蜜真假 区分的是蜂蜜是否成熟 就拿造价蜜和羊怀蜜来复 成熟以后 保密度就在43以上 特别浓稠 吃起来非常的浓响 就是咋小时候的味道 维莎保密度41多 42多的蜂蜜 吃起来感觉是假蜜呢 因为那就是寄甜 羊腹的蜜 根本就没有成熟 所以就吃不出了蜂蜜 盖油的那种醇厚香甜味 维莎咋吃蜂蜜 一定要吃成熟蜂蜜呢 因为成熟蜂蜜 才有蜂蜜盖油的营养价值 一剂左右的 咱家是地理道道的成熟蜂蜜 我们都在43以上 没有短的 咋夹根就不变了 也要把它发散 来完为止 羊蜜面要提前抛软的 看着太有食欲了 羊蜜面条真香 羊蜜面紧地多了 嗯 嗯 出出的这姜有啥不一样的吗 就是姜比吃前抛六个多下 这好几样的姜混合到一块的 嗯 前半碗吃原味的 后半碗比起这家辣嘟油 今天这扎姜太香了 配上玉米面绝了 视频就录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